- 洪仲秋之死到现在已经27天了 27天之后呢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整个案情的发展 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缘由让洪仲秋走上这条死亡之路呢 最重要的地方 五四二旅 但洪仲秋是戳到了哪个点呢 之前有话也已经告诉大家了 那个点就是军品啊 那个点就是料件啊 那个点就是所有的车财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五四二装甲旅里面 这些东西是洪仲秋戳到的一个重点 但这个重点是否也代表着说 五四二旅里面 连一个义务一的下市 都看出了这么多的端倪 但背后还有许多的料件 许多的装备 是否在渐渐的流失当中啊 其实从最近我们开始调查 整个国军的许多的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仅只是料件带波补 或者是一些废弃军品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在武器采购的上面 大家都知道武器采购 它的金额往往是非常庞大 然后问题也非常多 而且也要牵涉到许多 有关公共工程采购法啊 那些一大堆法律上面 问题的一个暗线 最近其实我们在看一些监察院之前的调查报告 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图 这是什么图 这是一个叫SSG3000的一个狙击步枪 这很新的步枪耶 相信有许多的武器迷啊 对这一把枪的功能啊 或者是它一些故事应该都蛮了解的 因为这还蛮经典的一把枪 对 它其实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射程高达了多少 700到800公尺 还蛮远的 通常都是由特勤人员来使用 大家有时候看到国庆日那些 我们是不是会在屋顶上看到一些狙击手那些 其实他们都是拿这些狙击步枪在那边 做一些围案啊 或者是基本上的一些就是 看一些我们特勤人员 或者是我们总统的一些安全 其实都靠这些特勤人员 跟这把枪来保护啦 然后大概在20 如果说这把枪最后不小心掉入 不肖分子的手中来犯案的话 那可能可以从700800公尺外距离 要谋杀他自己想要杀的人都有可能啊 对 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国军他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为了强化我们整个 区域的一个战力 他跟一个公司采买了一个 采买了将近9支的狙击枪 不只是这9支狙击枪 他还买了9支的面衣枪管 9个夜间狙击镜 还有高达1.8万发的狙击子弹 这数量非常的庞大 大家都知道 对 但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个整个事情 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其实当时的一位承办人 当时这个得标的公司 叫做一个三星公司 他们跟三星公司去进行这些 狙击枪的一个采购跟进口的作业 当时的一个承办人 罗姓少校 他将军品进口的同意书正本 因为有这个正本 你才能去跟关税局 去做一些关税上面的 还有枪支才可以进口 枪支才能进口 对 他把这正本交给三星公司之后 然后让三星公司去跟关税总局 去办这个进口的活动 办进口这个行为 最后三星公司 他拿到了这个进口同意书之后 他也照规定 他去跟关税总局那边 提领了狙击枪的设备之后 立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提领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正常的 把这90枪管交给的军方呢 对 但是最后没有 什么 这90枪管并没有被交给军方 那枪到哪去了 那枪到底到哪去了 是枪就这样一直藏在 这个三星公司的柜子里面 什么 就像藏了三年 藏在一家私人公司里面 藏了三年 而且还藏了三年 到了2008年 这间公司因为别的案件 狙击枪 流落在民间 没错 狙击枪的设备 藏了三年 在人家民间的办公室里面 藏在那边 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 藏了三年之后 还是因为这间公司 被其他案件 遭到检调搜索之后 冲映去检调才发现 里面怎么会有九支枪管在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个案 在当初监裁员调查的时候 当时的监委陈永祥 他有说过一件事 这个个案让我们看出来 整个国军的军品 就照片上这个人嘛 我们整个国军的军品 并外流的情形 绝对不只是个案 而是一个几乎已经 到了通盘的一个状态 不少军品都是因为 没有正常的管道 没有正常的方式 来接受我们的监督 最后他就这样流落在外面 这一万八千发子弹 九个枪管 如果当时就这样流到外面 问题会有多大呢 非常严重 逮徒可以用这个 来进行他们想要做的 步法勾档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其实我们国军最近 这几年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 我们在进行我们的 武器的淘汰跟提升 大家都知道 这个65K2步枪 其实大家当兵 都有拿过这个东西 尤其在新训单位的时候 打靶都是用这个 还有现在我们就慢慢的 把65K2步枪给淘汰掉了 已经慢慢的改向 T9要步枪了 但T9要步枪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65K2跟T9要步枪 他们两个非常的像 但是T9要步枪 它因为比较短 期待起来比较方便 整个对战斗的时候的帮助 非常就更来的有效 但是武器升级是一件好事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T9要步枪升级了 没错啊 我们战力提升了 这些被淘汰的65K2步枪 它最后到了哪里去呢 你是真的有时暴时消 最后被国防部回收了 还是这些变成废弃的军品 变成了一个大笔的伤器 就这样被大家拿出去卖掉 没有人知道呢 看一看 你想想看 军火之王里面的尼可拉斯凯基 他在那俄罗斯解体的时候 苏联解体的时候 他买了许多的军品 卖到别的国家去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的T9要的步枪 正在上配备到各单位使用之下 那65K2步枪 这个时候会不会又有个尼可拉斯凯基 跟军方勾结 把这些枪一箱一箱的送出去 卖到了哪里去了呢 这是不是一个军品外流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这会不会发生在54良旅里面呢 这也是一个问号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军纪败坏 真的败坏 败坏到什么样的地步 是 立冈 我给你看一些数据 你会发觉我们国军 真的已经差不多烂到骨头里头去 如果再不敢改革 真的会出大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看这张表格 国军在所谓的 自101年度官兵毒品尿液筛减 呈阳性反应 也就是说吸毒的人 100年有113个 101年 119个越来越多 等一下这不是去年吗 对啊 国军这么多人吸毒 对啊这么多人吸毒 吸毒 你是军人 你吸毒 不要说我们靠你保家卫国 你去跟解放军打仗 他可能拿着枪去抢毒品 我跟你讲 他其实拿枪去抢毒品 连你的所有同胞弟兄 都可能会有生命安全的威胁 为什么 他可能神志不清 拿了枪拿了武器 到处乱开枪 对啊 你有多少人的生命安全才能 受到威胁 你吸毒的问题 可以让他继续泛滥下去吗 吸毒是一件事情 再来酒驾 更严重 酒驾 国军 国军酒驾 多夸张你知道吗 最近这三年统计 光这最近这三年来 国军总共520件 酒驾试驾 这么多 那我们在想说 可能都是一些 因为一些义务役 刚去当兵不习惯 所以就酒驾 其实不是 不是啊 这520件里头 有399件 也就是将近八成 是志愿役的 等一下 反而志愿役的喝酒开车 嚣张 志愿役 不是士官 就是军官 这些人在部队里头 都是领导协人物 你们要做士兵的榜样 结果你们是带头酒驾 带头乱喝酒 那这样子这个军队 怎么可能会好呢 我们三军统帅 马英九总统 不是每天姓士淡淡吗 说要取缔酒驾吗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你率领的国防部 这些国军弟兄 现在就要打你的脸 你还不赶快整治这个东西 再不整治 国军真的要完蛋 我们再来看 你知道 我刚提到酒驾吸毒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更离谱 国军最近 违法 违纪 违规 受到行政处分的人数 一年比一年多 你看 2010年有86个将官 受到处分 军官9267个 士官6644个 士兵 士兵还比较少 944个 你看 到2011年更严重 将官变97 然后 你看 军官到了2012年 去年 已经变了一万一千个 变增加还不是减少 而且还越来越多 而且是军官 你看 军官跟士官特别多 士兵反而 士兵其实增长的也很可怕 你看 从944一路飙升到3253了 你看 军官多到一万一 士官这么多 连士兵都有三千多 去年全部受到行政处分的人 两万三千零九十六个人 立刻 我们国军总共才21万多人 已经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受处分了 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受处分 是啊 你说这个军队要怎么办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救他 但是我跟你讲 军队其实皮得很 为什么你知道 去年 我们最近审计部刚出了报告 去年我们总共有八件国赔案 国防部的国赔案 你知道赔了多少钱 赔了4052万 怎么办赔那么多 是啊 一百年赔一千六百二十四万 可是你知道 他的赔长就是十八件 今年看起来好像比较好 八件 可是他赔长是倍增了好几倍 你的意思说就是光去年一年 就赔掉这么多钱啊 天啊 然后国防部 我看他也不怎么在乎啊 反正他把我们全拿的名字上 当ATM提款机嘛 他赔钱的钱 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名子名高 是啊 他根本不care啊 反正不是他出钱 有什么关系 他在乎什么 其实说真的 他现在国防部这种心态 就是把我们都当凯子 反正出了事赔嘛 又不是我出钱 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你讲 更糟糕的还在这 昨天刚宣判的一个案子 你知道我们有位叫夏颖青少将 他本来是前金群局的副局长 然后后来他退休之后呢 就转任到上海印刷厂 因为这军方投资的 让他去当董事长 当了董事长之后 我们这位夏颖青少将 他带头掏空公司 掏空了 他用各种建案啊 奖金啊 各种名目 掏空新台币2000多万元 有这么厉害啊 是 结果呢 判决出来了 你知道台北地院一审宣判 宣判怎么样 十个月 十个月两千多万 我跟你讲 十个月还没有完哦 这十个月还可以一颗罚金 什么 所以只要罚30万元 他就走 他就可以乖乖拍屁股回家 那这样的话 我连一天的劳都不用做 我又赚了1990 虧空两千多万 你到最后 让他一颗罚金30万 这像话吗 所以这些军人会怕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严刑峻法 要惩治这些军人 这些军人才真正能够 担不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保家卫国的使命 是军人的职责 但是呢 军人的军纪败坏 这是不争的事实 看到没 所有的危机 所有的酒驾 所有的咸毒贩 都增加了 为什么我们的金军败坏成如此呢 但现在红案发生到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礼拜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红舅舅 还有包含红姐姐 他们都非常的伤悲 但是 更伤悲的是这些 还有红爸爸跟红妈妈 为什么伤悲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 群情犯慨的时候 要的就是一个字 真相 尤其到了这个礼拜六 又有许多的民众 又要上街头了 可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这样的案件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 偏偏喜欢唱反调 这些反调 甚至让红爸爸 红妈妈 非常的伤心啊 其实我说真的 在台湾言论自由的可贵 就是 你认同红家家属的立场 但我不认同 我也有发表 言论的自由吧 你认为军方办事不利 我认为军方办得虎虎身丰 我也可以说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讲 这个事实言论自由的可贵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反向的理论 好不好 来 有人就讲啊 就说红家的家属啊 哇 你们比慈禧太后还要慈禧太后 因为你们到处干涉 到处干涉办案啊 OK 这样的言论一听就知道 这是在批评红家的 反讽的 红大姐嘛 对啊 我们再来看 也有人对军方讲话啊 来明显的军方被栽赃了啦 军方在上级 其实他们是很关切民意的啊 只是他们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啊 真的军方是被栽赃了 OK 这个我们也 我们也尊重嘛 是不是 再来我们来看 他相信范佐姓金白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 军事检察官都是笨蛋 亂关人乱压人 搞不好还要孕育赔偿哦 他这样认为 OK 你比解答官还高干 我也认了 这不过就是一群想把事情搞大 这个我就不太认同 所以意思就是说 算了有点太过分了吧 那意思就是说 红家家属 他是故意想要让红众就死掉 好把事情搞大 然后好能够搞出一个 他们本来也不知道国防部会突然丢出的 国赔抚恤金哦 说这种话的人 他有没有用脑袋去想过 我的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些 观众朋友言论自由我都予以尊重 但这个呢 再来看一个更过分的 不过就是死个人嘛 那不然你来啊 不过就死个人那你来啊 或者是你把你的小孩送来啊 我这样讲够白了吧 所以我要讲 这么多的言论当中 到了这些的部分 我就觉得事由蹊跷了 只有两种人会留这种东西 对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他可能就是反社会人格 他就是喜欢跟别人唱反调 他就是觉得死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OK 另外一种人呢 被说死的嘛 就是有人叫他这么做的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背后在推死这些事情 没有吗 你没有嗅到什么味道吗 来 你太迟钝了 看看这是什么 龙卷峰制作单位有个东西叫做上电视秀大头 对不对 对 你晓不晓得我们两度莫名其妙突然被关闭 对 询问的结果是我们被检举 OK 还是一样那句话 言论自由嘛 有人想检举你 我也一遇尊重嘛 但是我跟各位讲喔 检举的人啊 是瞬间冒出大量检举人 而且在同一时间点检举你喔 对 那你说这些人 能够动员起来 如果他们互相不认识 怎么会这么巧 那是不是一定有人动员 没错 那谁动员呢 谁动员呢 那究竟是谁啊 噓 不能说 不要用说的 我怕我们两个电话等下要被监听 我们用看的好不好 好 我相信观众朋友有判断的智慧 我现在想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个单位 叫做什么 通知电大队 就是网军啦 隶属参谋本部的 支电作战部的通知电大队 今年5月 就有立法委员区六张里的营区参观过啦 一共有300余人负责 网络防副 网络情收 电战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两军交战的时候 这些网军可以利用骇客的方式 瘫痪对方的国防电脑系统 或者在网络上面散布一些言论 让敌军自乱阵脚 这叫做网络政治作战 但是网络政治作战应该用在 打仗上面吧 对啊 打仗上面嘛 如果网络政治作战 用在了洪仲秋的家属身上 或者用在愿意讲出独家内幕追踪与真相的制作单位 那就用错地方了 你意思说我们的FB被关掉很有可能是 具有网络实力的单位 具有能够下一道命令 就立刻召集很多人一起去检举龙卷风上街市秀答案投FB的单位 聪明的观众朋友 你秀出来是哪个单位了吗 不要用说的 我们用看 原来啊 参谋本部下面居然隶属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可以做一些电站的功能 但是呢 你不在打仗上使用 你现在是在做演习吗 而针对的对象是洪佳人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但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军高姐明天早上就要侦查终结了 很有可能在明天早上的八点钟的时候 就会召开记者会了 所以呢 我们中天的新闻龙卷风会随时锁定军高姐 看看他们究竟会说些什么 不过X先生有提到的 这吴义竹这个辅导长 我们今天只讲了上半段 还有下半段呢 另外所有五四两旅退伍的弟兄 或者是两六九旅 可以打我们的这爆料专线 二七九二三一五一 不过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整件案情发展到现在 礼拜六又有万人上街头了 国防部真的能够把整件事情给解决掉吗 还是整个事情就这样子云淡风轻了呢 我们要持续的追踪下去 随时锁定我们新闻龙卷风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